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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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长度唯一的Sphere R2 所以它是Circle对吧 在R2里头长度唯一就是半径唯一的Circle 它要你这个Circle 事实上送过去的时候 不管你这个函数是什么 只要它连续 然后送过去的值域一定是一个Close Interval 这个X呢有怎么样的性质 首先它是Past Connected 那个两点一定可以用它 原所在的那个弧给它连过去 因为这个S是Past Connected 因为它是Circle 我们上次说过嘛 任何的曲线是吗 或者你可以把它看成是0到2π 送到cosθsinθ 所以它是一条曲线 我们说过只要是连续的曲线 它一定是Past Connected 它的值域一定是Past Connected 我们做过那样的一件事情 所以它是Past Connected 所以这个也是你怎么去读它的一个地方 好 既然它是Past Connected 所以 A是它的 抱歉 我自己忘了想 你射出这个辅助函数 即刻要去跟你要推导的东西大关系 所以F of S 事实上就是A 对吧 好 然后因为这个S 因为S呢 事实上就是我刚刚讲的 它是一个一条曲线 所以它是Past Connected 所以呢 所以A is 所以S呢 is Connected 其实呢 它的所求是 这是一个close interval 对吧 对吧 现在A落在R里头 对吧 那我们知道在实数轴上 Cognetic Set 若且为若它是Interval 所以呢 这边的Interval 那应该是说A是Connected 连续 我们这边在谈的都是 连续函数把Compat送到 Compat Close 那个Connected送到Connected 所以在这时候 为什么你要去转成Connected的原因 是因为它的所求是Interval Interval是Connected 所以当你有这个的时候 你就会推得A isConnected A isConnected 一旦A是Connected 那因为R你想用 所以在这地方 你把inR特别写出来 一旦你写出R出来的时候 R中的Connected Set 对我们上次说过 若且为若它是Interval 所以这时候呢 inR是为了你要讲下面那句话 A is an Interval 好你现在只缺了一个 Close 那Close 那Close怎么证 用它是Compat来证 对吧 那现在因为呢 所以你要去证S是Compact 那因为S现在落在R2里头 你要证Compat 只要证Bound and Close 那Bound is非常显然 对吧 因为它落在 以0为圆心 随便啊 2为半径的球内 对吧 所以它非常明显 因为它长度为1 因为S落在 你说它Bound 你要去把那个球给找出来 如果球没有找出来 你说它Bound 人家会问你话 所以 你要先把它的Bound的 所需要的东西讲出来 所以02 所以S is Bound 好 Close怎么证 Close怎么证 因为它的取值为 它有很多证法 但那个 这个是最快的证法 你考虑G函数 则 你考虑这个函数 长度平方 那这函数是一个多项式 它连续 对吧 则 这是维基分说的 则 G is continuous at R2 则呢 这是长度的平方 1 1的平方是1 所以你可以发现 S刚好是G 在1的取值的pre-image 1那个点 1所成的结是 close 当点所成的结是close 所以它的pre-image 是close 这是最简单的说法 这就是为什么引进 在这个章节里头 它这个地方再重证 是它compact的原因 是因为它要用这个观点来看 那因为呢 S 是 G pre-image 在1 这个 1所成的结合的pre-image and 连续一讲 对吧 1这个点 是closed 我这个 这个 这个 学法不好 让我再插一下 我的折没有写完 因为照理说 关系要先建立 所以G is continuous at R2 这是因为你写下来 它就是连续 而且我要用到 在link的时候 我就马上可以看出来 同时 S呢 是在关系的 G的pre-image of E所成的结合 这个地方应该放在 折里头一起讲 因为这是 这应该在 一开始就要做 然后再来 才把 E is closed 这句话写出来 E is closed 所以呢 它是pre-image 它连续 所以S is closed 因为连续函数把closed 拉回closed 所以它是closed 所以它是closed 有bunded 有closed 所以by 那个 Handberg-Ray定理 S is compact 好 但是呢 你并不是要用到 它compact 对吧 你是要用到 compact implies close 所以 等一下 S is compact 对吧 不是在这里用 所以就会推得 前面讲过 哪里 F连续用到了没 那我在这地方漏了一个条件 对吧 因为 因为 你们怎么没提醒我呢 这不能直推对吧 这要引进F是continuous 好 因为呢 F is continuous 所以 这边说它是它的值域 所以A is connected 好 再用一个吧 再用一个吧 因为呢 F is continuous 所以 A呢 is compact 那这个原因也是因为一开始在那边就已经设立了它的relation OK 那我事实上是要在A推close 我不是在S推close 对吧 我如果在S推close 然后就说A是close 那 那是大错特错 对吧 连续函数 不会把close 送到close 对吧 等我在讲什么 所以我真正转的时候是在A上转 我不是在S上转 如果你在S上转你是过快 不是compact转close 不是说compact不能转close 是连续函数不会把close送到close 连续函数会把compact送到compact 所以你要在compact之下送 不能在close之下送 所以你不要先转 先送后转 好 所以这就是我送过来 然后再转 所以A is closed 好 那 这边呢 layer for 合并 前面讲它interval 这边讲它close 所以合在一起 layer for 这个A呢 is a closed interval 好 这个就是这样 好 那再来一个例子 假设我有一个函数 定义在A 落在一个metric space 然后送到另外一个metric space 那当然在这边 那当然在这边假设它连续 那当然在这边假设它连续 be a continuous function 好 这个例子呢 其实这个可以改成一个定理 或性质 anyway 定理吧 折 这个连续函数它的graph 那我们知道graph 那我们知道graph 事实上是定义域跟 对应域放在一起 也就是你考虑定义域成 对应域那个proto space s跟f of x 其中让s走遍所有的a 则 这边呢 说这个graph呢 其实也不需要啦 我如果考虑k好了 包含在a里头 抱歉 让我重写 同时 这个k包含于a 好 如果 k is connected 或是你直接根本把条件下在a就可以 但是事实上 因为我的条件不需要整个再定义域 事实上它的subset 对就可以了 那这时候呢 我考虑它的graph 这个graph在k上 then the graph呢 of这个f 那在这个地方它没有写的 那一个够清楚 可是你直接从它的集合里头去看 它的graph并不是a中的graph 是k中的graph 好 所以你在这边 它并不是整个函数f的graph 是k中的graph then the graph呢 但它把它叫做graph无所谓 这东西呢is connected 好 这个可以算是一个根本的常识 连续函数 它的图形 如果你 你原来是 是 連通的 那它图形也一定是 連通的 好 这是 这个定理所讲的 那这是我们常识里头 画图一定就是这样的画 对吧 但是这件事情事实上 我们是这样画 但是应该也要证一证 所以我们证它一下 两分钟给你 那a如果不连通 那你的图形会有两段 但如果a只有一段 那你真的就是画一段的图形 所以k is connected 是需要的 否则就有点怪了 好 这个定理放在这里 那意思是说它 这个定理应该是 这个章节的内容的一个应用 所得到的结果 对吧 那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呢 它的k是connected f是连续 考虑的是graph the graph 本身是连续 对吧 是吧 所以somehow它 你可以猜得出来 它事实上要叫你用的是 是连续函数 把connected 送到connected 但现在你发现一个问题是 它的那个graph本身的所在 事实上不落在 n 它也不落在m 它事实上是落在m乘n的 是吧 而k事实上是落在n的 是落在m的 对吧 所以呢 如果说我是要用这张的定理 那我somehow应该要构造一个函数 从m送到m乘n 而那个函数 刚好跟我这个graph有 有关 所以事实上你一定要照出它 如果没有照 那你这两个拉不上关系 因为它所在的 的 的 的那个metric space 是不一样的 那你们照了吗 好 一分钟再给你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证明呢 事实上还是在 就是说你大概猜测出它的 它想要用的 它想要干嘛 然后你想要去把它连在一起 好 所以我为了方便解键 我把这个graph 辐射一个 设一个东西出来 所以假设 设 V V没有备用 V就是我的graph 那 我们就去照这个函数 使这个函数somehow 跟V有关 所以这个函数叫做G 那它的定义域呢 当然是 设在K就可以了 讲M是 是广放的讲 然后我要送到M乘N Be a function by 这个G呢 在S上的取值 就是Sf 就是它在 在M乘N中 对应到的那一个点 在M乘N中对应到的那一个点 你们是这样设吧 那 因为K是Connected 对吧 所以V就是我的值域 所以这个G是我引进出来的 那先把它 跟我要的关系合在一起 则G 在K上的值就是V了 好 因为K是Connected 所以V 就会是Connected 所以Graph就是Connected 如果G是 連續 所以你的下一个目标 是去正 G連續 那G連續的时候 然后你会发现 在这个地方我们 我们 对这样的函数 并没有 定理可以用 我们根本还没讲到 所以你唯一能做 但并不是说你不能正 也就是说你不能用定理去正它 那你只能回归到定义 因为连续函数 连不连续有它的定义可用 所以我们回归到用定义来正 好 那换句话说我要去正 这个函数G在K上是 是连续 OK 那你正什么 那就是正 每个一雄给个delta by the way 你要正它在K上连续 事实上真正的所求 是在K上的每一点都 连续 所以一开始你要给我一个K上的点 叫做x 然后呢 你要去正它在这个点连续 这是它的真正所求 然后呢 你要正它在这点连续的新所求 那是给个一雄要去找delta 所以下一个你又再给一个一雄大约 好 那你要去找那个delta 那怎么找delta呢 从那个 从那个这个 K乘M里头的距离小于一雄里去解 对吧 解delta 那我们说过这个M乘M 一般来讲用的是它的那个 Protometric 也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东西要射出来 那因为这时候你真的要估它 所以这个度量也再给它的名字 OK 对吧 不然你怎么说那个度量小于一雄 写不出来 所以这时候 因为要写所以必须射 所以令这个low呢 low用过了 low用过了 et 令et呢 比了Protometric 好了 那个metric上次说过叫做Protometric 那就不用 就是说你把它射出来而已 不用再定了 Protometric 但是你要讲谁的 OK 这个M乘N 好 否则写不下去了 因为那个不等式 马上就不能写 所以叫et 好 所以我要去解 解那个 距离小于一雄 从 它这个距离 那当然一个点 s是我的点了对吧 另外一个变数就叫y了 无所谓吧 所以呢 另外那个点的取值就叫 下函数是谁 函数是g 对吧 所以是g 那个y 跟g x 对吧 距离要小于 一种从这个不等式里去解delta出来对吧 那个delta是在衡量y跟x的距离的 好 那你这解不等式之前要先化解 对吧 好 那我们来先做化解 好 这个东西呢 gy跟 化解 因为gy你可以算 那个gx你也可以算 就是你定的 所以你带进去看的时候 事实上你会发现 它事实上 就是y这一点 它跟它自己的取值 所以是 所以是个数对 因为m乘N本来就是个数对 所以就是y跟f of y 这是gx 所以在我解它之前要先化解 然后先化解 第一个先把g这个符号给还原 好 我是上校算这个距离 这是数对 这个是他 所以要有三个挂户 好 好 那这东西怎么算 我都还要继续化解下去 好 你记得吗 三角不等式对吧 哦是 那个b是定理对吧 所以是他跟他 相减 那他跟他相 不 不是相减 他跟他的距离 x跟y是落在k 所以距离是 d 所以是dyx的平方 事实上b是定理 所以先把它 然后这个是 fy跟fs的距离 那是用 low 所以是low fy f 他的平方 是吧 然后呢 根号是你不喜欢的 到现在是我把它写出来 那根号你不喜欢 所以因为我只是要做化解 对吧 所以我可以用小于等于 然后把不喜欢的东西拿掉 那当然这个会小于等于 dyx 再加上low的f f of y f of x 同意吧 对吧 这是斜边的长度 这是一个谷 这是另外一个谷 对吧 斜边的长度会小于 两个谷的和 所以总而言之 你有很多方式 诠释他 或只是诠释一种 或者你已经 或者说 这两个的平方 比这个平方来得大 OK Anyway 他有很多种说法 好 那 到这步已经无法再画了 因为他的形式已最减 yx出来了 没有办法再reduce 然后这个我也出来了 对吧 好 那所以我事实上要的是 y跟s的距离 delta是我要去解的 好 那到这个地方呢 你就会发现已经最减了 所以我事实上 要解这个东西小于1 事实上只要这个东西小于 2分之1 这个东西小于 2分之1就可以了 好 这个东西能不能小于2分之1 所以我是要解x对吧 这个东西能不能小于2分之1 可以 为什么 f连续 所以这个距离小于1 本来就可以解出s 跟y的距离 对吧 对吧 然后这个东西已经是最减了 所以你就是直接要求 y跟x 是我要解的 我就要求他小于2分之1 同意 好 所以呢 那谁需要被解 这个是已经解到最后 就是你直接要求了 那这边的时候是需要我去解的 透过f 连续来解 所以我先讲这里 好 因为呢 f 或许应该留给你 往下算 一分钟再给你